包括你的两个腿也要使上劲 你的步法才能灵活 你的腿法才能使出来 很多朋友练拳太迷信放松了 大松大软是近代才产生的东西 而古代拳普通其实是不讲松和软的 这里由拳谱为证 在过去太极讲阴阳相继 你不能太软也不能太硬 我们平常做的很松的这些动作 其实在实战过程中都是错的 像行一拳的三体是一战 你只有把你的稍结 手腕紧起来 紧起来 三体是站的紧起来 你在实战过程中才能够起到这种 格挡啊 进攻啊 这种防守的这种姿势 包括你的两个腿也要使上劲 你的步法才能灵活 你的腿法才能使出来 下前下蹲下这些动作都能够做出来 加微信实用行义 实用行义的拼音进入我们的学习群 而当你轻轻的负重 很容易做到松紧结合 当我们在练拳的过程中 一沉 一转 你只有先能够克服掉这种 固定的这种重量 你在对抗的时候 你才能化解开对方的力量 为什么 假如你拿一个砖 你再这样缠丝 你试试 你的力量 所有的力量都在你肩膀上 特别到了这儿 你一负重 你都知道这个劲不对了 你根本就出不来 这还仅仅是一块砖的重量 假如有个人轻轻的 在你运动过程中搭住手 好 你往上抬 压住 你往上抬 你根本就 连砖的重量 带人的重量 你根本就出不来 你注意沉间坠肘 对方压住之后 一沉间坠肘 这个劲就出来了 同时可以把对方 完成一个反关节的切拿 连这种东西 你都克服不了 何况弹齐在对抗过程中 克服对方的力量呢 所以 站桩和练拳 都是一种临界状态 要把自己的身体 做得像弹簧一样 说爆炸 随时能够爆炸的开 但是看上去 还是很轻松的 加微信 实用行义 实用行义的拼音 进入我们的学习群